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时候 要健康 要快乐 要勇敢 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勇敢 往前冲的孩子 希望你一切 让爸爸都看到了 爸爸也开心了 我相信他知道 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你是最棒的 刚冲上去的时候 想哭啊 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也实现答应爸爸的愿望 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支持 然后就是在我打不好的时候 一直鼓励我 就是不要放弃这样 然后就是有时候打不好的时候 就是会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就是跟他们说 最近怎么样 然后爸爸就是会鼓励我说 就是一样坚持下去 然后不要突然就放弃这样 那时候爸爸还在的时候 就是有答应他说 我一定会站上美国大联盟这个舞台 然后虽然他现在可能在电视上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讲说 爸爸我成功了 OK 现在 让韋恩加盟奥克兰运动家 高二的时候 打完U18 然后就很确定自己想要旅外 很开心啊 然后就是谢谢他们的青睐 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 就是朝大联盟麦进 他们给的诚意很好 然后就是也有在跟妈妈讨论 然后他们就会在美国会有很多的帮忙 对 那妈又怎么样跟你讲嘛 就是选择球队是要注意哪些东西 他跟你提起什么 他就说我开心就好 在小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对啊 就想说打那种身体健康就好 就是教练那时候高一刚进去 然后教练就跟我说 他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想要打翅膀 然后那时候原本是没什么想法 就是打完然后就跟教练讲说 就是我想出国 去那边就是先跟着他们的课表 然后就是看他们怎么安排我的出赛时间 对 有没有最期待的点这样子 最期待 就是希望第一场可以对到圣恩吧 对吧 对到台湾人 那如果真的对到他的话 你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表现 希望可以删证他 你前约有跟柯靖玄讲吗 他有讲什么 他 他没有讲什么 因为他也快了 那你要跟他讲什么 就是一起加油 然后看能不能一起上大联盟对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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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